大家好 这一期咱们接着来说 黑夜传说第二部 进化 在欧洲的中世纪 维克多曾经是一方军阀 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 得到了马库斯的救助 从此成为吸血鬼 拥有了不死之身 马库斯的条件 就是和维克多合作 利用他手下的士兵 打败威廉创造出来的诸多狼人 马库斯为了自身的安全 骗维克多说 因为自己是吸血鬼十足 世上所有的吸血鬼 都是由他直接或者间接创造出来的 一旦他死亡 那所有的吸血鬼都会灭亡 也正是因为此 维克多一直在保护马库斯 但是马库斯也不能为所欲为 维克多拥有众多士兵 关键时刻会不惜一切制服马库斯 所以双方达成了恐怖的制衡 威廉变成狼人后理智全无 经常袭击人类 被他咬伤后也会变成成为狼人 在一次追捕威廉的行动中 维克多 马库斯和阿米利亚 吸血鬼三位长老全部出动 维克多生怕马库斯会有什么意外 让他离得远远的 马库斯担心自己的兄弟威廉会受到伤害 特地嘱咐维克多温柔一点 维克多根本听不进去 让手下暴力制服了威廉 因为他也担心一旦杀死威廉 那所有的狼人奴隶也会死亡 自己会有很大的损失 所以后来让人秘密建造了一个监狱 把威廉关在了里面 并把监狱的钥匙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由自己掌管 另一部分给了他的女儿索尼亚 然后下手杀死了所有建造监牢的人 从此监牢的所在地成为了一个谜 马库斯也全然不知 时间回到现在 在上一部的结尾 Michael捡走了鲁西恩的项链 这个项链之前属于索尼亚 其实就是那个秘密监牢的钥匙 克莱文逃走后 打算在马库斯苏醒之前杀死他 因为他一旦知道自己要夺权 自己必死无疑 但万万没想到 死去狼人科学家的血流进了马库斯的棺果中 提前苏醒了他 并且知晓了狼人科学家的所有记忆 得知克莱文的小动作后 马库斯二跑不说干掉了他 马库斯不愧是吸血鬼十足 拥有一对多功能翅膀 通过克莱文的血液 得知了当年维克多观养威廉的秘密 而且钥匙的一部分就在Michael身上 这边一个虚发全白的老君人 让自己的手下清理维克多死亡现场 并把他以及鲁星的尸体抬了过来 这个人就是克文 也就是马库斯和威廉的父亲 因为是不死之神 一直活到现在 克文一直以来的主要工作 就是派人清除掉 吸血鬼和狼人的战斗痕迹 他认为这个世界属于人类 而他们一家子都是异类 但是他又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不愿去除掉他们 他寻找鲁星和维克多 也是想拿到关押维克多的钥匙 但是只在维克多的身体里 找到了钥匙的一半 逃出来的Selina和Michael 秘密躲了起来 Selina给了Michael一包血浆作为食物 因为吸血鬼是不能吃人类的食物的 会中毒 Michael刚从人类变成鬼狼混血体 还有一点不适应 觉得只喝血浆会营养不良 影响自己发育 于是背着Selina悄悄出去吃饭 但吃着吃着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这时候 电视上出现了通缉Michael的新闻 几个士兵发现他有问题 开始追击 由于火力猛烈 加上身体中毒 Michael行动缓慢 紧急时刻 Selina赶到 三两下把几个士兵打倒在地 然后用自己的血 帮助Michael恢复了正常 正在此时 马库斯追了过来 作为一个智商在线的吸血鬼长老 他从克莱文那里 得知了维克多关押威廉的秘密 才想当初维克多 屠杀Selina一家 很可能和这个有关 打算吸取Selina的血液 查清真相 Michael看 这个丑八怪竟然感动自己的女神 二话不说开枪射击 暂时挡住了马库斯 随后 两人接着一辆卡车开跑 马库斯一路追过来 和变身后的Michael扭打在一起 顺手抢走了项链 并把Michael打到一边 Selina看到后急忙开枪 打落他手中的项链 马库斯绕在车前打算吸血 Selina一阵射击后 看时机刚刚好 直接把他撞到山壁上 一路脱形 马库斯的翅膀严重受伤 无法继续追击 Selina和Michael躲过一劫 但此时太阳升起 Selina的手臂开始砸伤 Michael急忙挡住他 因为Michael是鬼狼昏靴体 并不惧怕阳光 来到一个荒飞的厂房后 Michael忙前忙后 把透光的地方全部遮住 看到Selina脸部烧伤严重 急忙去寻找急救药品 回来后发现 Selina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 看来自己是白忙活一场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闲着也是闲着 顺势开始了 旷日持久的成长之路 醒来之后 Selina感觉神清气爽 连记忆力都清晰了很多 突然想到自己小时候 好像见过这个项链 但又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 从马库斯拼死都要抢走他 可以看出这个东西非同一般 应该很值钱 然后两人出发 准备去寻找 吸血鬼家族的史学家 问个明白 这个史学家 曾经不受维克图待见 所以被流放了三百年 Selina本以为 她的生活应该痛苦不堪 不曾想史学家相当的糜烂 正在亲自 教自己的女学生生物课 看到Selina擅自闯入 派出自己的狼人奴隶 前去对付他们 Selina看到这种小场面 用一把西瓜刀 轻松解决掉两只 并顺手干掉了两个吸血鬼女学生 Michael变身后 一把扣掉狼人的下壳 破窗而入 抓住了史学家 Michael疑惑 为什么一个吸血鬼会有狼人奴隶 Selina查看一番发现 上一部中的紫外线子弹 其实是史学家的发明 作为交换条件 鲁西恩给了她狼人奴隶来保护她 在Selina的逼问下 史学家终于说出了真相 那个项链就是释放威廉的钥匙 当年维克多派人秘密建造监狱 Selina的家人就是其中的工匠 完工之后 维克多为了保守住秘密 带人杀死了所有参与人员 因为看到Selina后 想起了自己的女儿索尼亚 所以并没有杀死她 而是受败自己的养女 威廉关押的地方 也储存在了Selina的记忆中 有人可能会感到疑惑 建造监狱的时候 Selina还是个小女孩 但是维克多杀人灭口的时候 Selina已经是个成年人 难道说这个监狱建造了这么多年吗 其实并不是 在这里史学家也有说明 当年鲁西恩看索尼亚被烧死 气氛的变身 带走了索尼亚的项链 维克多担心 鲁西恩已经得知了一些真相 为了已决后患 所以才痛下杀手 但是关于马库斯 为什么要这么多年之后 才去寻找威廉 史学家也并不清楚 然后给他们指路 去找科文问个明白 两人刚走 恢复身体的马库斯 一路找到了史学家 马库斯办事效率果然高 并没有浪费时间去问史学家问题 而是直接吸干了他的血 不仅得知了所有秘密 和Selina的行踪 顺带着获取了海量历史知识 简直是一举两得 如果吸血鬼内部搞一个知识共享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学术高手了 见到科文后 麦克和Selina 口径一致的责怪他 为什么不直接去阻止他两个孩子 而是花费大量功夫去清理痕迹 隐瞒自己的家族史 科文觉得 他们俩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他们不是你们的孩子 所以才这么有正义感的来质问 然后反问Selina 这几百年为了替父母报仇 他又杀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呢 正在双方忙着甩锅的时候 马库斯到达战场 有了上次吃亏的经验 加上吸取史学家的血液后 智力大增 这次 马库斯下手干脆了很多 先是把麦克和钉在钢管上 拿走项链 然后制服Selina吸取血液 得知了监狱的所在地 以及开启劳门的方法 Selina看大事不好 挣扎着捡起枪 击退了马库斯 看到麦克和昏迷不醒 痛苦万分 根本顾不上科文 马库斯找到自己的父亲科文 想要拿走钥匙的另一半 释放威廉 因为他觉得 现在的自己更为强大 足以让威廉得到控制 他想和威廉一起 创造出新的物种 自己成为新物种的上帝 但是上帝是不能有爹的 为了保证上帝的唯一性 一箭刺中了自己的父亲 马库斯所说的新物种 就是鬼狼魂血生物 至于他为什么醒来之后 就有了这种想法 我这里大概猜测一下 因为电影里面没有直接说 马库斯的这次醒来 是因为狼人科学家的血 苏醒了他 他也就有了狼人科学家的记忆 利用科文家的血液 混合狼人和吸血鬼的血液 创造出鬼狼魂血生物的理论 最早是由这个狼人科学家提出来的 并已经验证成功 马库斯拥有最纯正的吸血鬼血统 威廉拥有最纯正的狼人血统 如果他俩结合 可能就会创造出 更为强大的鬼狼魂血体 至于说怎么创造 电影里面并没有提 大家可以尽情地想象 眼看科文的手下急剑到来 马库斯迅速逃离现场 奄奄一息的科文找来瑟琳娜 主动让他吸取自己的血液 这样瑟琳娜就会完成进化 能力将会更强 不再惧怕阳光 并让他尽量去阻止马库斯 不然人类就会面临一场灾难 科文的手下 带上瑟琳娜和Michael 出发去寻找威廉的监狱 科文临死前 引爆炸弹 毁掉了这里的一切痕迹 瑟琳娜跟随自己的记忆 找到了监狱的入口 但其实 马库斯已经提前一步到达 释放了威廉 突然威廉开始袭击众人 瑟琳娜用火力暂时拖住马库斯 趁机关闭室门 把马库斯困在了里面 然后带着士兵去对付威廉 但是子弹只能暂时拖延威廉的行动 根本打不死他 瑟琳娜逃出飞标炸弹进行攻击 威廉敏迭德一一躲过 正在此时 刚才被威廉袭击过的士兵 纷纷变身狼人 这种狼人不同于鲁西恩他们 鲁西恩他们 可以随意控制身体的变形 但是被威廉咬成的狼人 就是野兽般的存在 无法再变回人形 狼人变身后 开始围攻瑟琳娜 紧急时刻 昏迷的Michael终于醒来 跳下直升机前去帮忙 干掉狼人之后 两人正打算温存一下 没想到威廉特别没有眼色 突然跳出来搅局 瑟琳娜生气的开枪扫射 直升机上的枪手 也对准威廉开火 被困的马库斯 终于搬起士门逃了出来 看他们对待威廉这么不温柔 一把把直升机拉了下来 这个直升机质量特别好 并没有爆炸 而是掉在了半空 机翼依然运转良好 两兄弟分工明确 马库斯对付瑟琳娜 威廉对付Michael 拥有了科文的血液后 瑟琳娜战力增强 和马库斯打得有来有回 还用机翼 削掉了马库斯一条手臂 重新苏醒的Michael更是强悍 瞬间金刚附体 一把掰断了威廉的上盒 马库斯看到后大怒 由翅膀刺穿了瑟琳娜 瑟琳娜遮断翅膀贯穿了马库斯的脑袋 然后把她推向记忆 一代吸血鬼十足 粉身碎骨 此时太阳升起 瑟琳娜已经不再惧怕阳光 两人开始了新的生活和挑战 好 这期的观众说定就说到这里 下期咱们继续来说第三步 如果喜欢观众的解说 就请关注一波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